好嘞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冰江市場旁邊 我又要做認證了 等一下我先做個認證 做個自拍 我現在剛做自拍認證完畢 現在在冰江市場巷子裡面 現在是11點13分 今天稍微晚一點出門 禮拜三 昨天非常悲慘的跑了20趟 那個單量恐怖少 結果在幾個群組裡面 都有看到大家在抱怨這件事情 看來應該是真的少 就像我昨天講的 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單量少就是因為客戶下單的少 客戶叫餐的少 單量自然是少 所以我還是 還是在這邊就是懇請大家 就是 大家要一起向善 友善這樣 雖然偶爾會碰到一些奧客 雕名 但是它雕是它的這個 因得值受損 那你不要理它就好了 這樣子 它損它的因得 你何必跟它護槓呢 對不對 那我們就服務好 其實也不能講服務啦 我們就跟對我們友善的客戶 互相友善 讓他更願意叫餐 這樣 嘿嘿嘿 好啦 那 我現在 今天一樣 基本業績就是20趟 我午餐先拼一拼 看看午餐可以跑出多少趟 盡量跑 盡量跑 然後晚餐再來看看狀況 當然是希望午餐能夠跑多一點 然後晚餐就順順輕鬆跑 今天呢 就 一樣啦 太太遠的單 我就不接 這樣 我就盡量拼2.5公里以內的單 當然要是 系統真的丟那麼遠給我 然後我又真的是沒單量 那我也只好認了 當然 不過我是希望系統真的不要這麼做 嘿嘿嘿 好 好 我先去便利商店去買水 好啦 接到一單 2公里的麥味燈 可以啦 我趕快去取餐 沿途的路上有經過Seven才買水 好啦各位朋友 現在是12點36分 我人在衡陽路跟福外路交叉口 我已經送掉6單了 那今天其實第二趟的時候做了一件蠢事 第二趟呢 那個是個夾單 然後我們有把地圖打開來看 一般來說我們接到單 這是安卓齁 我要先講 我這是ZenFone 5Z 這個手機是安卓 我們接到單之後 我們可以把地圖打開 然後看它的落點在哪邊 大概落點 我就沒有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急著要去收第一餐這樣 然後我一看就說 喔 兩公里多一點點 那就把它點下去了 哇靠 那一單啊 中宵東路三段 收餐一路送到 不是中宵東路三段 講錯 民生東路三段 收餐之後呢 民生東東話北收餐 一路送到民生東路一段 接近那個 那個叫什麼東西啊 林生北 哇那一段有夠長啊 那一段 所以我就從 呃 這個 從這個 北東 不是北東啊 我從哪邊啊 南西被拉到北西 浪費了好多時間 喔 所以那今天就沒有 就是現在十二點三十八分啦 然後我的單量沒有很漂亮 喔 那我現在是打算要去 台北車站那邊去等等看 喔 因為午餐還差四單就十單了啦 所以我就是把這個 盡量拼到 先拼到十單再說 那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見過北路二段 跟這個景州街交叉口 那我剛剛 送掉手中最後一單 第七單 沒錯 第七單 下1點09分 那這一單呢 其實有點遠 從台北車站 送到這邊來 3.3公里 那為什麼會接這一單 因為實在是沒有單 而且我剛 就是那個時候 我到那個 南洋街的時候 已經看到 路邊已經有七八位夥伴 坐在那邊等了 就在路邊等餐了 已經變團地爭了 團地爭 就日本那個 都已經在那邊 七八位了 然後我想說 那這一單現在來 我還是接好 我就不要把它鋸掉 免得應該會沒單 那送到這邊之後 我就決定我要 下線回家了 剩下17趟 剩下17趟 我決定晚上再繼續 那我就不掙扎了 那我就不掙扎了 早點回去也好 早點回去也好 早點休息這樣 因為這掙扎 也沒有用 在那邊等啊 沒有單就沒單啊 因為沒有人叫餐的話 真的是不行啊 真的就沒單啊 這樣子 好吧 那晚上繼續吧 晚上再拼17趟 各位朋友 我剛過這個圓山花坡公園 現在是4點39 4點29分 4點半 4點半 現在我比較早出門 那這個 就是要跑晚上的行程 晚餐的三起下 中午跑7趟 晚上呢 要拼一下 拼個13趟 不過 這兩個禮拜 這個單量很淒慘 所以這個 這個13趟不要跑 就不知道跑不跑得出來 這樣子 反正 盡量啦 盡力啦 系統有給單 那就努力跑啊 沒有給單 就也沒辦法 當然還是要合理啦 不要什麼5公里啊 一單 一單5公里 一單4公里都去接 那我還是會放棄啦 真的是不能夠 再把系統養到我了 就是接三公里以上的單 今天晚上我問如何 一定要客製一下 當然就兩單三公里 我還是接受啦 因為至少是兩單嘛 好啦 廢話不多說啦 飛機降落 欸 單來的呢 1.6公里 subway得會電 哈哈 不得了啊 是subway 好啦 我去接單 好 那麼 我剛剛已經取了倉 就是subway的德惠店 這樣 subway是老朋友了啦 不過德惠街這一間 我很少取到餐 哈哈 因為通常我經過這邊的時候 都是很快速的過去 所以可能系統就比較抓不到我 這樣 今天這邊取到餐也很特別 啊 剛剛是看是1.6公里啦 這樣子 那 幸好 幸好 它這個 我剛剛有速度很快看一下 沒有要過橋 不然1.6公里 不然1.6公里 是有機會 在那個什麼東西啊 中山橋回去的 嘿嘿嘿 那這單是要往馬街送 這個距離確實是 就是差不多這樣子而已 還不錯啦 可以啦 好啦 剛好就是要往老地方走 這樣 是OK的 啊 那我就專心送餐啦 希望今天順利的 十三單 嘿嘿嘿 各位朋友 剛剛呢 已經把手上那一單subway 送到馬街了 然後在那邊5分鐘 5分鐘啊 5分鐘沒單 他沒有單 他沒有單 我就慢慢的往這個 精湛方向騎啦 看看那邊老地方的狀況怎麼樣啦 話說現在天氣有點霧暗霧暗啦 然後我有這個感覺 有一點點的飄這個小雨啊 但是他不是真的好像飄那什麼毛毛雨 不是 就是 突然間來個一小滴 一小滴 這樣 不多 哦這樣子 啊 我是希望維持這個屋暗就好了 不要下雨 啊 下雨就很煩啊 穿雨衣然後今天又很悶 哎呀 好 剛剛呢 騎到這個 星光南西的時候 齁 系統給了一單 齁 2.5公里 啊 那我直接去掉了 我這一次真的 一定要拿這2.5公里以內的 呵呵 超過2 超過就不拿 齁 大雨等於2.5我就不拿 這樣 一定要好好的這個 控制一下系統啊 不能再被系統控制啦 太誇張了 雖然說單少啦 但是我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稍微抓一下 準則抓一下 不然啊 之後越來越誇張那種單量就跑出來 哎唷 他這邊好像在澆水 什麼東西啊 哼 好啦 先這樣吧 好 剛剛在南西 星光那邊 鋸掉一單之後 就沒有進單了 哈哈 哎 現在想想啊 應該是不要鋸 不過沒關係啦 因為我反而就是希望 就是要再按照我原本的做法去做 這樣子 所以 那系統 不給我單 那就 也只能這樣子囉 那就慢慢等吧 我在金站這邊在 大概等到5點 因為現在4點56分 那這邊沒有的話 我再慢慢的往那個 那個南洋街那邊去走 到那邊去轉 然後再往西門町轉 哦 就萬華那邊 慢慢慢慢晃過去這樣 看看狀況吧 5點啦 沒單 好 離開 我往那個台北車站 哎唷 單來了各位朋友 中山傳統市場 才在想說沒單 我要閃了 我要去那個南洋街台北車站 單就來了 好 好那我現在要去 1.5公里 不錯 中山傳統市場 好各位朋友 我在徐州路上面 剛剛呢 送完那個 呃 林申南路那一單之後 有接到了兩單 哦 是夾單的 那我一看3.6公里 又兩單 我想說 這樣 平均一單差不多 呃 一點多公里可以接 然後呢 那兩單 一個是中青 一個是雙月 兩個叫隔壁啊 哇 好開心喔 衝到中 衝到中青那邊去 結果呢 單子才剛到平板上面 還沒打出來 然後前面一堆單 我就請他預估 他說 哦 你這個哦 我看呢 半個小時跑不掉了 哇 阿娘 我有半個小時 那我當然就有氣單啊 氣單之後就要往雙月跑 雙月說 哦 我們是正在包啦 但是哦 大概要十幾分鐘 啊 你們正在包要十幾分鐘 那我就是 其實餐點還沒出來嘛 只要兩單都氣啦 然後兩單氣掉之後 我想說 不然我來去公園路轉轉好了 哦 你才剛騎上腳踏車馬上又來一單啦 不錯 1.5公里 哦 從公園路送到許州路 很近啊 也是不錯啦 哎 真是系統胡搞瞎搞啊 呵呵 好啦 送完了齁 很快就送到了 那現在一樣在許州路這邊齁 許州跟年生南路加阿口 那現在我這邊還是離雙月齁 還有那個中青很近啊 不過我想應該接不到他們的單啦 短時間內 為什麼 我看就鋸掉他們兩個 鋸掉這兩天內各一張單啦 所以短時間內應該是拿不到他們的單 那我決定要往公園路 那邊再去等一下 那等不到的話我就往西門町走了 我看一下今天有沒有什麼 額外獎勵齁 小燙腳 嗯 林口 沒有 今天台北沒有 好啦 那我去萬華就無所謂了 好啦 我往萬華走 系統真的要 要我這個 往遠遠的地方跑啊 嘿嘿嘿 剛剛系統丟了一單 4.9公里了 單給我 這樣 然後這單要送到三重去 廢話不多說 直接把它去掉了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中山南路8號 台大兒童醫院這邊 我剛送兩單到這邊來 那都是短單 真的很短 0.6公里而已 蠻爽的啦 不過呢 現在這邊等了約5分鐘 因為送到很快嘛 等了5分鐘 沒有什麼單 我想要騎進那個 南洋街 在那邊再等等看 要是再沒單的話 我就往萬華走了 好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這個 成德2 成德2這邊 我已經完成了 16趟 午餐加晚餐 那我晚餐呢 還差4趟才20趟 所以我決定在這附近 寧夏業這附近 等一下 但是我會往前走到 南京西路上面去 南京西成德交叉口 那邊 看看能不能等到一些單 這樣 那其實寧夏業是單 理想狀況是應該比較多 但是我在寧夏業這邊 呵呵呵 就是 最常拿到單的其實是豆花 哈哈 哦 連胡錫張都拿得比豆花還要少 超好笑 所以我目前應該 是先 先不管那邊 啊 現在是6點55分 哦 才5分鐘7點 這樣子 算一算齁 其實我算是跑了 看一下 9趟 算是跑了9趟 也不得不講 就是今天晚上 算是有稍微 稍微 恢復水準 呵呵呵 哦 因為以往我大概差不多 到7點 齁 就大概跑了差不多10趟了啦 這樣子 那目前就是7點到8點 這一個小時 我希望能夠再衝出4趟就好了 哦 也會不求多啦 這樣 因為 最近的這個單量 這個狀況怪怪的 哦 那我也不求多 好 那我慢慢的晃到前面去齁 南京西 哦 南京西 成德腳踏口那邊 那 今天晚上齁 系統應該是齁 有稍微恢復一點正常 為什麼會這樣講齁 就是 剛剛我送到這個成德2的這一單 其實 是 這個客戶在不同的店下單 然後 這個 我就跑到兩間店去收餐 然後才往這邊送齁 那我認為 這個是系統 恢復正常的象徵啦 哦 這我的想法啦 那別人怎麼想 我也不知道 哎 來了 2.1公里75 75塊 新高軒喔 哇 不得了要送到中正去 我看一下 送到中正哪裡去啊 送武昌街 可以啦 武昌街 這個街 哇 我要到微風台北車站去 新高軒 哦 過去90.6啦 OK啦 台北車站的這個單我還蠻熟的啦 呵呵 我也蠻愛去的 對我來說沒差 腳踏車方便嘛 好 各位朋友 哇 現在是7點36分 我正在仁愛路 這個是幾段啊 應該是一段上 哦 好不容易 終於 送了19趟 呵呵呵 哦 真的是給它拼啊 這樣子 因為 就是 有兩單啊 就是 三公里多啦 我就還是把它接起來 那麼 現在還差一趟 20趟 所以我決定要到前面的 林森 林森南路 麥當勞那邊去等一下 哦 到那邊去等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麥當勞的單 哦 在那邊碰碰運氣 呵呵 那林森南路 中校東路 那間沒有單 那我就到 林森北路 南京 東路 那間 反正這兩間麥當勞 都去碰碰運氣啦 好啦 先這樣子 那我的密路器 那個SJCAN A10的密路器 應該是壞了 昨天就有點怪怪 然後今天呢 它會錄一半就跳出來 錄一半就跳出來 然後自動 自動跳到那個什麼東西啊 連續攝影上面 哎唷 2.3公里 這個我應該可以哦 看一下它送哪裡 等一下 它要送去和平 和平通路一段 等一下 龍門客彈餃子館 離我好近 啊 沒關係 就接啦 最後一單 就給它接起來 龍門客彈餃子館 就在旁邊而已 然後我往和平通路送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剛剛講到哪裡 講到我的這個 SJCAN A10的 待會再講 我先全查 好 嗯 我在青森南路上 其實也快到客戶那邊 沒關係 因為我剛剛趕了一小段路 這樣 現在悠哉悠哉的騎過去 應該還好 啊 我的這個 SJCAN的這個 A10這個密錄器呢 就是 這兩天應該也出狀況 啊 啊 今天呢 比較嚴重一點 今天又一隻跳出來 錄一錄跳出來 再不然呢 就是自己在那邊亂跳 從錄影的介面 跳到那個 連續攝影的介面 然後就卡在那邊 然後呢 一下子顯示記憶卡出錯 一下子顯示這個電池出錯 嘿嘿嘿 它應該真的是不行了 唉 不知道為什麼會 這個樣子 不知道是進到水還是什麼 其實不曉得 那因為這一隻很便宜 這一隻才 三千多塊錢 那時候買 現在更便宜了 那我更不可能花錢去修它 基本上來說我大概就是 要換一個了 那接下來我想換的是 SJCAN它的後繼機種 後繼機種 那它後繼機種是比較強一點的 就是 至少比較不會那麼晃 這樣 S是真的很晃啊 晃得不得了 那個畫面都不太能夠看 後繼機種的話 我有看好像是要A50吧 不過我還在考慮啦 對 因為我手上還有 還有另外一個運動攝影機 那那個運動攝影機 其實就是 比較吃電而已 這樣 那 呃 其實 其他功能都還是 還蠻不錯的 這樣 那那個運動攝影機 它是 一顆電池 只能夠錄一個半小時 其實是 嘿嘿 其實是蠻短的齁 這樣子 啊 但是我是覺得 可以考慮先將就的用啦 這樣 不然那個買也是丟在家裡 要幹嘛 喔 這個不得了 這個 麥當勞 鼠竹之家 好啦 OK 反正 反正先這樣子 暫定 暫定 啊 不是暫定啊 呵呵 應該會先把那個 運動攝影機先拿來用 先暫用吧 或者是把它畫素縮小 因為我之前拿它來錄影 只能夠錄一個半小時 是用 4K再錄 喔 或許把它那個 畫 畫素縮小 可能會好一點 譬如畫到 720 因為我重點只是在錄影而已啊 就是我要密錄而已啊 不要被虎搞瞎搞 就這樣而已 其他應該 應該是沒關係啦 沒有要把它放在YouTube上 呵呵呵 OK我到客戶了這邊 要先去送餐 好了各位朋友 我已經下線了 送滿20趟啦 20趟 二話不說要下線了 這樣 因為 因為其實 第一標啦 就是我給我自己設定的這個燙獎 就已經到了 而且現在也已經7點52分了 快8點 呵呵呵 嘿嘿 也是 差不多該 該 該下線的時候 這樣 沒有啦 是我給我自己那個 那個 我老實講啦 就是 因為我現在其實是兩個電池在跑 這樣 目前我的 目前我是不想把兩個電池完全用到觀光了再慢慢騎回家 這樣子 現在的想法是這樣 嗯 電池其實才剛換 其實要再撐一個小時 我覺得是可以啦 這樣 但是 嗯 按照之前的經驗 就是8點到9點了 這個時候單量會 會急劇的減少 唉唷我現在可以過去啊 那我就過去了 好 因為我想去前面那個 喝個綠豆湯 呵呵呵 前面那個什麼綠豆藝人 啊 剛講到哪邊 喔對阿 8點過後的單就會變比較小 少一點啦 就是 之前的 比較常態心的經驗啦 喔 也會有 就是那種 就是單多到沒人要 沒人要接的狀況 這樣 不過我是覺得今天晚上有 有稍微恢復點正常這樣子 喔 因為至少我還 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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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去留好幾單啊 喔然後還 還能夠到8點 就是 喔這個 讓我 讓我拿到滿 滿20單 雖然 雖然中午 午餐有送7單 但晚上13單 我覺得可以啦 我可以接受 喔 大概是這樣 那 那 我期待明天 系統 依然要正正常常的啊 呵呵 不要不正常啊 明天 就 週間燙獎最後一天 喔我要是拿 拿不到這個 這個燙獎的獎金 我會很 我會很 喔啊 這樣 好啦 那 最近有在想要換一台車了 已經確定了 那我也確定就是 啊我給我自己的設定目標是 啊 十二 十二月底啦 那現在已經九月了 現在九月底 所以還有 十 十一 十二 三個月 啊 那我後就 這三個月我會提提的 找 就是 篩選 篩選新的車子啦 這樣 目前是有打算 就是 傑安特的 呃 傑安特一台齁 就是 四萬多塊錢的 四萬多塊錢的 叫做 MIA 這一台我覺得不錯 因為它是 呃 這個 這個 中置馬達 好像是這樣稱呼 中置馬達 喔 然後 後變山速是內變 那 內變山速其實 就跟那個 U-Bike是一樣 其實是很耐的 那我現在這一台 EA602的 後變喔 其實常烙鏈 所以造成就是我 我 我就不太捨 不能講不太捨得用 而是我不太敢用 變速這樣 那有時候變一變變 它就突然有點烙鏈 那我會很不爽這樣 然後我又要停下來 再重新把鏈條把它放上 把它拉 拉到那個齒輪上面去 就很煩 所以後來我都盡量都不變速這樣 但是不變速 對電腐車來講 其實是很吃虧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其實 當 當你使用變速的時候 其實你 你是可以很省電的 這樣 那我看上那台 吉安特的Mia這一台呢 主要是因為它 後內變山速 那 這個變速就不可能會有 烙鏈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騎過U-Bike 大家有看過U-Bike 烙鏈嗎 沒有嘛對不對 因為它的內變的機構 是很好的 是很好的機構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其實是中置馬達 也就是說 它的馬達不是在輪子上面 那 中置馬達其實又會比較省電一點 哦 比較省電 再來就是它 呃 的那個電池呢 又是新 又是新的電池 哦 新科技的電池 不是新電池 電池都是新的 新科技的電池 所以 這個新科技的電池 這個 電的這個使用效率會更好 那 目前看到有人講 就是它 這台車子 哦 最省電最省電的騎法 可以騎70公里 一顆電池 70公里 哇 那個真的很符合我的需求 這樣子 我就覺得 哦 超棒 因為我現在每天 午餐加晚餐這樣子 跑 大概差不多 六十 差不多是在65公里 左右 欸 我先過馬路 差不多 午餐加晚餐 就65公里 這樣子 所以我買 所以我買 買那台車 其實 我的電池就不用一直 需要充電 就整整件事變得很 很輕鬆啦 大概是這樣 好啦 我到綠豆藝人 喝個綠豆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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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